一样他今天都不敢来现场 我相信他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 他不管来不来 我相信他都没有拿 拿你的十万块钱 因为他现在确实是拿了 他有没有接受我们还不知道 不能拼你一个人说了算 好吧 对啊 找他 找他过来 行啊 所以你先下去吧 没事 你可以等着雨万亭 没关系 你可以一直等他 他是拿了 但是我 我想知道 他会不会站到这上面来 我想他不会 既然拿都拿了 我相信他不会拿你的十万块钱 我希望他拿了不会过来 也希望他真拿了 你让他自己说 那你这样吧 你这样 来来 你站着 把第二现场打开 小陈 主持人好 你来了 为什么不出来啊 他拿了钱 拿着站出来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你说话呀 你好 清楚了 是小陈吗 主持人你好 请坐下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我叫陈一军 我来自广东 广州 我是停解的司机 接下来我提问 你回答 好的 第一 为什么躲在第二现场 不出现的现场 拿了钱 回答我 拿了钱 来 这是我的场子 这不是你的企业 来 回答我 我不想出来 为什么不想出来 不能再回避了 小陈 虽然我理解你这个年纪 可能会有一些懵懂无知 但是今天请你说出你心内心所有的话 我今天是来把那个十万块钱还给他的 小陈你真的拿了古大分十万块钱吗 小陈你出来好吗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听我问 你拿了十万块钱是吧 是的 你为什么要拿呢 又为什么今天要来还呢 那天 婷姐跟古老板出去谈生意 因为喝了酒 等我开去接婷姐的时候 婷姐已经喝醉了 然后 古老板就跟他坐在后排 我坐在了 前排 但是我通过反光镜看到 说 看到什么 算了 这个过去的就不说 说 别乱说小子 我看到 古大哥 搂着婷姐 亲了他 而婷姐没有拒绝 怎么可能 古大分 但是他当方面说 我再问你一遍 小陈 他当方面说 小吕万婷是不是已经喝的 断了片了 没反应了 是的 当时 那他怎么拒绝 他已经不省人事 请问他怎么拒绝 是不是这 这是你拿十万块钱的原因是吗 不是的 当时婷姐喝醉了 古大哥就 找我 他下车跟我谈话 他说 婷姐答应要跟他结婚了 而且以后就不用我来做他的司机 以后车会给他开 而这个十万块钱是婷姐的一番心意 叫我以后不要在这里做了 余万婷对于古大风一直以来的拒绝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小陈 所以你拿了十万块钱 那为什么今天又要来还呢 他当时是直接打卡 就是转给我的 我不知道 好吧 你是否愿意来到第一现场 小陈 出来吧 单方面的 这单方面你得看 你自己看到了 他怎么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出来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也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 至于古大风我更不想说他 小子 你站出来 你既然能站出来的话呢 把事情说清楚了 你单方面的事情不要再说 如果他真是喜欢你的 来吧 他真喜欢你的 我求你 你让他 让他自己说 他为什么要拿了十万 来来来 他可以不接受 他可以不接受 我们先理理事 我问你 自然让他让他出来 你上次说之后 他趁你昏迷的时候 对你做了不礼貌的事 你信小陈还是信他 我信小陈 你信小陈 请问你做了没有 是男人就说实话 你做了没有 这话我肯定没有 真的没有 十万块我是给他 我问你 你亲了 菊安平没有 在他没有允许的地方 你亲了没有 是男人敢做就敢做 你下去吧 我真的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了 我告诉你 这个男人你做了 你不敢承认吗 不是不敢承认 我问你 你做了没有 我不是不敢承认 你做了没有 你做了没有 因为亲他跟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好吧 没有 那我 你要你要应不承认 说这没有 那我就没无话可说了 因为 既然他能来 我不管他那个钱 要不要 要不要给 反正拿了是拿了 他能站上来 他真的喜欢他 让他说出他的道理 我心服 你让他说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 你在这儿向他道歉 我觉得还是可以原谅 否则的话 你以后跟余万婷之间的关系 一定是一落千丈 有吗 这个观念我不需要在这边去表 如果他能真真真真真能站出来 他是真的对你是有心的 如果他真能表达得清楚的话 我也不会站在这里 是吧 我今天来到这一块我就想看到 我们为谷大峰谷歌掌 另外 我再问你一下 亲了没亲 亲了没有 到底亲了没有 是男人就说亲了没有 干嘛 还把我拽在边上 不不不 小生是不是来我不知道 他敢不敢出来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我不想因为 这个状况 会影响到万婷的感受 你想说什么 你到底亲了没亲 亲了就陪个李道克 在这看 是吧 如果他退去 你还可以继续追求 如果他今天来了 你要放手 我肯定不会放手 因为因为我还没说完 放我的手 我还没说完 既然小成说来 我就不管这是 因为如果他不来 我就站在这里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接受 我看小成上不上来 古大哥 平日里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你把我当妹妹一样的看待 在事业上你帮了我这么久 我真的很感激你 但是我今天为了小成 站在这里 我也鼓起了很大勇气 我希望你能祝福我们俩 别的事情什么都不说了 好吗 你下去吧 我真的把你当到哥哥一样的 我不想再提这个事情了 主持人 不希望 不希望事情到这样 那你就下去吧 下去吧 好 你好好问 好好问他 一定要好好问他 我会的 一定要清楚 或者是我看错了 但我想 我不想这样子 不能这样下去 他只能表白的话 必须清楚 我看着 我不会离 我不会走 我会看着 谢谢 您走也不道歉 您走也没道歉 我感觉 古大峰是个特别执着的人 你看他刚才在离开之前 依然在嘱咐 叮咛 所以我觉得 你要是跟古大峰 不终止所有的联系 你跟小成不可能幸福 我就做出这么决断的判断 可以 我今天 在这里做出一个选择 以后跟古大峰 断绝来往 能做到吗 能做到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决心的话 你做不做都不重要 关键是你要有这样的决心 来吧 赞到开启告白 正面按键旁边 那我们一起倒出五个树 看看小成会不会勇敢地来到现场 五 四 三 二 一 按键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祝福自己 终于等到你 主持人好 你可以啊 我就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 当你发现古大峰亲他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跳出来 给他一卷 怎么说呢 我是一名司机 而他们两个都是老板 我也不可能说 但是他断了片啊 他没有行为能力啊 那我语言上可能会 那你就看着他被欺负吗 不会 来 站这儿吧 接下来是余万婷和小成的告白时间 小成 我就知道 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因为十万块钱 不顾一切的人 你知道吗 你这些天走了以后 我的生活全乱了 你走了之后 我连早餐都没有吃 每天都会想着你 不管古大峰说了什么 我以后跟他断绝来往 以后我不再是你的老板 我要做你的女朋友 我真的很喜欢你 不要再次拒绝我好吗 你已经拒绝给我一次了 我们把钱还给他 以后 我们俩一起共同努力 好不好 答应我好吗 听姐 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我什么都不懂 我只是一个司机 我只能负责 借你上下班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这肯定是什么